大家好,我是Trisha 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利家大学迎战巴拉纳体育会 星期五清早 南美球会杯将会有一场苦战 到其时,利家大学将会在主场面对巴拉纳体育会 利家大学上轮淘汰金美奥之后 球队摘身今届南美球会杯的半准决赛 而对手正是同属巴甲的巴拉纳体育会 由于巴拉纳体育会近期状态有所下滑 加上利家大学坐拥主场之利 今次交手,利家大学更有望取得胜利 来自阿瓜多尔的球队利家大学 目前正正在征战国内顶级联赛 五新球季三轮分别收获了一胜一王一负 排名联赛第七位 当中入七球 球队进攻质量有所保证 这个赛季原本征战南美自由杯的利家大学 由于分组赛表现不如对手 最终排名第三降班去到南美球会杯 来到16强 虽然首回合主场0比1不敌金美奥 但次回合球队作客 凭着中场佐迪艾斯维亚梅开尔道 利用客场入球优势淘汰对手 相信再次面对巴甲球队的利家大学 想必会做足功课 需要注意的是 利家大学近五个主场作战的比赛赢了四场 球队在主场发挥是不容忽视的 另一边 南美球会杯的16强里面 巴拉纳体育会大比数淘汰卡利亚美利格 强势晋级半准决赛 但好境不长 巴拉纳体育会近期状态明显下滑 近三场本土赛事当中收获了一锅两副 球队当线作战下略显疲态 无法专注的情况下 巴拉纳体育会在联赛上的表现更陷入低谷 近六场联赛中输足四场 得失球比6比10 球队在比赛中表现了他们 攻不强,守不稳 这无疑会影响到球队的士气 而且巴拉纳体育会近期出征 能够获胜的比赛少之有少 上个黑场海船移归 已经是7月中的事 今次要对近方近阶的利家大学 巴拉纳体育会不宜看好 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点赞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给朋友们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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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